2018年9月6日 台湾卫福部正式宣布 自体六项细胞治疗技术 即日起纳管开放 其中最受产业关注的抗癌领域 自体细胞治疗范围大松绑 但与宣告了细胞治疗已跨越储存时代 正式进入所谓专业技术的战国时代 而在这里 比拼的将不只是医师的医术 各个培养细胞的上游升级公司 也都要进入淘汰赛 与专业技术决定每一轮的出现机会 台湾升级业布局细胞疗法多年 但多数是由升级公司已建构好的GDP实验室 也就是所谓人体细胞组织 优良操作规范实验室 直接与各大医学中心洽谈合作 由升级公司扮演上游制造 培养细胞场的角色 医院则负责治疗 不过中国医药大学因为走得很前面 一切都由学校和医院主导 GDP实验室是免疫疗法当中最重要的一环 目前全台粗估有16间 光是中国医药大学这边 粗估就有两间被以最高标准认证合格 看好这波神物科技与新药开发的未来潜力 中国医药大学率先于2016年 选择最接近基础医学大楼和药员间的利夫医疗大楼7楼 设置抗癌决症关键的GDP实验室 这里是中国医药大学的细胞治疗转益中心 除了可以进行细胞储存之外 免疫细胞一切的研发与制作 都在我身后这个细胞产品工厂的实验室里进行 就在特管办法公布实行后一个月 温倩的世界周报团队率先获邀 前进中医大GDP实验室 揭开高端生计实验室的神秘面纱 我们进去这个高规格的这个GDP实验室 我们第一件事情要把自己的防固做到最好 所以我们标准就是会在进去的时候 要参照这个流程图 更衣流程图去进行 简单讲就是我们要先穿鞋套 然后戴头套口罩手套 然后再穿这个吴俊一 希望就是不要落地的方式 标准完毕后我们就进入到我们的准备室 准备室最主要就是要准备我们细胞生产的一些试剂耗材 那我们试剂耗材大部分会放在4度C的冰箱里面保存 那我们就是首先我们就要确认我们要用什么样子的一个试剂 拿出来确认之后 擦拭完以后 然后就把它放在这个传递箱里面 红灯跟警报的试剂主要是要提醒你 这个门是开启的动作 然后如果东西放进去之后 如果门没有确实关锁的话 这个试剂灯跟警报器是不会停止的 GDP实验室严格采取人物分流 东西透过传递箱而人单向前进 而且为了避免人员复杂 必须等到这一扇门彻底关闭之后 下一扇门才打开 一扇扇门犹如重重关卡 需要特别防护的地区 还会加装这道不锈钢门槛 甚至二度更衣以确保无菌 当我们进到西方管制区后 我们就要将我们准备 从准备室传递好传递进来的这些 reagent拿出来 送到我们操作的那个实验 GDP实验室里面 一般的实验室是透过高温加压灭菌 但在细胞治疗的过程当中 这可是大忌 因为细胞是活的 如何确保在这个过程当中无菌 在GDP实验室当中 就必须要营造一个高效率的空静捷径品质 而这就必须要透过特殊的空调与压力配置 这个压力表主要是显示我们即将进入的 这个实验室的一个压力的一个状况 那照法规规定我们必须进去前一间跟后一间的压力差 必须要达到15个压力差以上 那这个意思就显示里面的压力大 然后让外面的东西 不干净的东西没有办法跑进去 维持里面的洁净度 这个生活安全柜 它的气流是从上面往下吹 吹下来以后会透过这个桌面的两边 把气流往回抽 它是一个循环 抽回去以后到这个机体的上面 会有一个HEPA 然后将你循环后的这个气流 再去做过滤再往下吹 所以经过这不断的循环 就会让这个里面的空间里面的空气的洁净度 达到最高凌落均速的一个情况 不只看得见的环境到操作者 GTP实验室必须接受主管机关认证验收 给予评级 我们的镜头走进写为人发掘的角落 也可以体会这里环境的建制 和一般实验室大不同 因为所谓的恒温恒湿恒压 不能单靠你我熟知的空调 必须搭建特殊的冰水送水管 让温度中年维持在摄氏20到24度 湿度50%到60之间 这些都是台湾生技产业 跨足免疫疗法的重要建制 但要迈向商品化 还需要大规模生产的设备 除了GTP实验室 位在中科这里 还有所谓工业等级的GMP实验室 中国医药大学赤丝千万 引进了全台第一台的细胞处理隔离箱 确保免疫细胞的产制过程 能够最高规格的做到零污染 记者在这里 即使是依照SOP消毒 也不被允许进入 因为相较于GTP实验室的客制化 这里更多需要标准化的大量生产 两个细胞即产品储存库 里头有两个液态弹桶 每个都可以至少储存 4万只2cc的细胞储存管 实验室内专有摄氏 负80度的冰箱 也各自设有 即时温度监控系统 一旦温差破大 就会发出警报 而细胞在完成制作后 会进入这台流逝细胞仪 确认打入的细胞 是不是你所要的 每个做好的细胞产品样本 都会跑出一个生物蛋白标记的数值 再经过鉴定 是否为所需要的免疫细胞 一旦确认OK 病人才能够施打 据了解 目前在医疗院所部分 台大 北医 荣总 中国副医等 均已设有相关GTP实验室 卫福部表示 若提出申请案 将渴望优先通过 让需要的民众咨询 不过GMP实验室 仍仅限于中科 台湾要大步迈向 免疫细胞疗法的全球竞争 从染疫体方面 仍需激起直追